大家好 欢迎你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 除了朝核问题 除了欧洲对一带一路之外 其实现在国际上的最热闹的地方还在中东 其实这个事有点大家没想到的 就是叙利亚 为什么叙利亚觉得好像ISIS势力被打减退之后 好像叙利亚就可以坐下谈了 就是坐不下来 现在是四方势力 美国支持两个部分 一部分是库尔德族人和反叙利亚政府的反政府武装 这两个人还不是同一拨人 这还是两拨人 而俄罗斯又是在支持叙利亚政府 土耳其反对库尔德族人 可是他支持反政府武装 但是他又反叙利亚政府 可是他又要跟俄罗斯好 所以这里头 俄罗斯 土耳其 美国 这三国搅在一起 就是大家越看越是雾沙沙 你们到底是利益在互相的 彼此在错综复杂 而且现在俄罗斯连自己的还没有服役的战机 连157都派去了 所以怎么看叙利亚的局势 我觉得现在它有点反映出来 就是说大家对于叙利亚的问题的解决都没有一种紧迫感 没有紧迫感 因为我觉得至少在美国国内 大部分人认为美国在叙利亚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 这是奥巴马的问题 不是川普的问题 因为川普一直在说 在中东他一直强调只是ISIS 他其他的并没有强调 他并没有说他解决了叙利亚的问题 而且叙利亚的问题不解决也没有人会把这个怪到这个川普身上 起码不减分 所以美国在现在叙利亚这个问题上做的一个是打代理人战争的这样一个态势 他的基本的策略是这样 这跟这个新的我们的国防部长麦蒂斯有关系 对 他很聪明 他一直在很多的这个领域他是愿意出枪出钱 可能出枪更多 你只要出钱 叙利亚他就是派了一个炮兵营嘛 对对对 所以他这方面呢实际上也反映出来他的整个这个 就是说他希望能够通过军手而不是自己的直接的卷入 那现在呢 这个局面呢就是 我觉得他主要变得如此复杂 更多的是因为这个库尔德人和土耳其的问题 为什么 原来的时候这个问题是比较简单的 因为没有这个土耳其人的这个介入的话 政府军他是占有这个上分的 但是现在呢 由于土耳其人的介入 然后呢 土耳其人对反政府入光的支持 以土耳其人本身自己他也在占地方 所以使得这个局面一下子变得更乱一些 那俄罗斯呢 他本来是希望能够抽身的 但是后来也发现他没有办法抽身 他要走的塞尔 就这个这个巴塞尔肯定都把这垮了 对 搞不好就垮了 就算不垮的话 他自己在叙利亚现有的这个利益也很难得到榜上 所以对于我 但是他现在要注意到 他现在对卷入的程度并没有像以前那么高 他他的这个不像是当年打击ISIS的时候 他出动的这个轰炸的这个次数啊 或者是这个卷入的程度并不如以前 那么这里面的所以现在最激烈的几个矛盾呢 恐怕就是反政府武装由于得到这个美国这方面的支持 他比过去呢有一点的这个强大 因为反政府武装以前是被ISIS 打得快被消灭了 他的那个打是好像看上去作为一个武装被消灭 但是实际上里面的很多人就直接加入了ISIS 然后你再看ISIS没有的时候这些人还在 所以他就马上就变成了 实际上这些人如果如果我当然没有 现在肯定没有什么人会去做这样的一个报道 或者是这个去仔细的分析 但是我相信因为过去的ISIS的强大 很多时候都直接把这些人就收编了 大部分人就直接放下了换了一件衣服 或者是衣服都没换就直接参加了ISIS 所以ISIS作为一个组织垮台的时候 这些人一定又是变成这个 所以现在你看到的很多所谓反政府武装 突然之间一下变这么强 是因为没有ISIS了 也就是说那些人他只不过就换了一个角色 他们还是在走这样的同样的一个道路 那么在当时打击ISIS的领域上的这个库尔德人 也一下子变成了下一个目标 就是这个叙利亚的这个政府军 为什么呢 以前的时候大家都在打ISIS 相对出来还有一个合作 那现在ISIS被赶走 库尔德人有了自己的家库 他所需要的第一个就是要巩固自己的 这个家园 然后呢巩固自己家园这里面 马上就产生了和政府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这样的一个这个斗争 所以呢这个斗争的方向就变化了 所以过去本来看上去好像政府军是 很快就要把所有的地方都给打平了 突然之间ISIS变成了反政府武装 库尔德人原来是你的盟友 现在变成你的敌人 那当然这个土耳其因为库尔德地区的问题的介入 使得这个问题更加复杂 所以这个问题呢就就我们现在在就是新的这个最后的走向 各个国家呢这个发展方向的是这样 我觉得俄罗斯呢在没有ISIS情况下介入的程度会不会像以前那么高 因为他的兴趣是维持你这个这个政府军 他当然如果要政府军节节败退 然后处于危险的时候 俄罗斯可能也会有更多的 另外一方面他就是把自己在叙利亚现有的利益保护好就行 那土耳其的目标是有限的 他当然是希望能够推翻这个这个现代的政府 阿塞德政府但是呢他他也如果没有的话他也并不说不能过 但是他绝对不能允许一个土耳其武装的这样的武装的又是一个半独立的这样的状况 他不允许这样存在 那他对反政府武装的支持呢也是跟这个有关的 他是因为他希望能够对阿塞德政府有个冲击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乱的 现在还看不出来能够今后有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方向 最看不出来的就是在在此情况下 这个包括大国在内包括地区大国在内 有什么意愿把这个东西停下来 因为过去的时候有一个把他们所有的人的利益团结在一起的就是ISIS 大家都反ISIS所以才会有这个希望能够解决 还合作吗 现在没有了 现在正经是每个人想的事情都不一样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可能会比较长期化 然后在大国的干预逐渐减少的情况下 地区大国你比方说土耳其什么时候觉得差不多了 库尔德人势力够呛了他会离开 或者是形成一个局面就是土耳其人把那块给控制住 然后呢反政府武装这块时间长了 美国肯定他也不能老一直都支持 因为他们的势力现在是有限的 那时间长了以后呢 如果政府军还能够集中精力打击这个反政府武装的话 可能回头会形成一个分奔离析的这样的一种局面 但是是相对稳定的一个局面 就是形成一个乱局 但是对于当地的人来讲没有一个统一的叙利亚 但是可能 你说叙利亚的分裂应该是一个没有悬念的事情吧 对至少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可能这种分裂不会被任何人所认可 就国际承认的这个方式 但是这不重要 事实上的这种分裂恐怕是 尤其这里面有关键的一个支部队就是库尔德族人 库尔德族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盟友 美国在很多场合都宣誓 他说我在中东打击ISIS最核心的盟友 不是任何一个政府 而是库尔德族人 可是呢美国又在去年十一本库尔德族的公投当中 表达了反对态度 他是要顾及到整个地区的各个国的反对 可是呢他要给库尔德族人一个弥补 也就是说现在依然库尔德族人还继续占领着 伊拉克北部的所谓的禁肥区以内 现在库尔德族人又把自己的手伸进了叙利亚 美国现在希望维持叙利亚和伊拉克北部 库尔德族人这个地区 我不让你建国 但是呢我给你一个安静生活 很有可能美国如果愿意介入的话 美国会在叙利亚地区和伊拉克地区的库尔德地区 形成再一次形成禁肥区 这就直接和土耳其的利益造成冲突 我们这个国务卿Tilson前不久访问了土耳其 最后什么也没谈出来 什么也没谈出来 最后就是不来老之了 土耳其现在这个态度有点怪 一会儿俄罗斯一会儿 他是北约成员国 可是他并不听美国的 我觉得这个问题上我当时并不觉得 我觉得库尔德人得看中东有事的时候 库尔德人才是美国最好的朋友 他就只是美国的从前的一个朋友老朋友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库尔德的利益对美国来讲并不是一个 就是他自己建国的这个利益 对美国来讲并不是他自己认同的一个重要利益 没错 库尔德人是一个棋子 库尔德人当美国需要打击萨达姆的时候 他很重要 他是很重要的国 需要打击阿萨德的时候 需要打击ISIS的时候 他们都是很重要的 那就和当年的阿富汗的北方联盟一样 也是 后来他们都是什么样的人 这个变成敌人了 对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他所反映出来的一个事实 就是美国表面上看上去 他是在口头上声援 但是我不觉得他会很实际的参与到 这个库尔德人的自己的这个诉求过程 他把这个笼子打开了 但是他不会愿意去替他收拾这个局面 或者是真正 他就算是说进飞区 他也知道本来这个打击 他现在没有面对像当年萨达姆和阿萨德这样 就是靠只靠空军打的 现在都是在地面部队 所以他就算是做这些东西 也都是一个表面的 最终库尔德人的命运 恐怕还是在地区大国对他的这个态度问题上 也就是说伊拉克 伊朗 土耳其 包括叙利亚 包括叙利亚 这些国家在内 那么他的这个不幸在于 他并不是说在哪一个国家里面 有一个绝大多数的一个势力 他分的太散 都是少数 对 都是 而且是比较小的一个少数 所以这些国家都有一个共同 所以等到他起来的时候 就像ISIS起来一样 当然不是说性质不一样 但是就是像 他会形成一个很多国家都愿意去 压的一个 围剿他的 所以我觉得在那种情况下 美国不会说是我站起来就要为他 他第一是他没有这个条件 因为周围都对库尔德人 这个没有什么意义 而且就算是库尔德人 在那形成一个 所谓的亲美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对他来说没有很大的战略的价值 因为他完全可以在别的地方做到 他可以用这个 他首先他不一定会 因此他会得罪这个土耳其 土耳其有更重要的战略 没错 因此他有可能会得罪这个伊拉克 伊拉克至少他现在是一个 能够有掌控有影响力的这样一个政权 所以我觉得美国对库尔德人的支持 会随着他们共同 美国在需要库尔德人打击的 这个共同目标的消失 慢慢的他会弱化 他会变成道义上的一个支持 也就是说更多是媒体上的支持 你不会看到这个声音的支持 那么所以库尔德人的命运又将会比较的 没错 所以库尔德族人一次一次被牺牲 这也是一个历史的必然 因为你加在这么多个大国之间 而且每一个大国当介入中东地区 你都不能不考虑库尔德族的问题 对这些国家的影响 这些国家如果你在支持库尔德族人 这些国家的政府 不会跟你搞好关系 而且这还不算 美国现在还有一个有心无力的问题 美国现在已经没有像以前 那么有意愿的介入中东这些纷争了 你像这一次虽然闹得很凶 美国也就是出动一点特种部队 一个炮兵营最终如此了 连空军都没有出动 所以美国还是有限度的在介入 但是美国战略方针很明确 既不能让阿萨特做大 也不能让这个库尔德族人成为美国的麻烦 使人关小明星一下